- 移動程式? - 移動程式? - 對,移動程式 - 喔幹,那好多片喔,怎麼會這樣子? - 三禮拜我有去看的,好累喔 - 看得很累嗎? - 安西作為特派員看的東西比我還多 - 你敢... - 來來來,移動程式 - 上映中 - 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就是 - 誒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就是以前 - 好像上次講過了,就以前 - 有另外一部電影 - 也叫移動程式這樣子 - 然後最近大家就 - 那部片很冷門很冷門這樣子 - 雖然他 - 當時還去找那個 - 呃,美國隊長來拍的也是講超能力者的故事 - 就講說一群超能力者被追殺,那部片很冷門 - 但是就最近因為這部移動程式出來,然後就撞名這樣 - 大家就開始把那部片找出來說 - 欸,這部片該不會是他的前作啊? - 沒有沒有沒有 - 還蠻好笑的 - 一點都沒有 - 沒有,這英文片名叫Mortal Engine - 就是不一樣的 - 那一部叫做那個什麼,推 - 那一部叫做Push - 對 - 如果移動程式感覺 - 那個 - 風潮沒有起來啊 - 你說這次的移動程式 - 這一次的,對 - 雖然說彼得捷克這人騙子 - 但好像 - 矚目度沒有很高 - 先來我來念個劇情簡介好了 - 等一下來那個 - 讓那個什麼,我們特派員 - 安息天老爺 - 來解釋一下,看看他的想法 - 編制英國作家菲利普雷夫的同名小說 - 移動程式致命引擎 - 描述大災難,摧毀了人類的文明 - 數千年後,人類終於適應並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 裝在巨輪的移動程式橫行地球 - 無情,並吞彼此,弱肉強食 - 提姆移動程是倫敦的見習生 - 因為倫敦是個移動程 - 自從遇見危險的逃犯海斯特 - 他就一直為生存而戰 - 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本來不會有任何交集 - 沒想到既然結為盟友 - 共同改變人類的未來 - OK,好 - 來 - 這個 - 其實這部片 - 彼得傑克森其實是做編劇的 - 對 - 他是編劇,然後導演是 - 不是他喔 - 是金獎視覺特效是克利斯丁瑞弗斯 - 所以就是 - 應該我覺得這應該是那個什麼 - 彼得傑克森退居幕後的一個選擇方式 - 他是監製嗎 - 他監製啊,然後他自己也是編劇啊 - 但是這個 -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什麼 - 毒背松的那個方式 - 毒背松其實像那個什麼 - 終極殺陣啊,是毒背松 - 寫那個劇本 - 劇本 - 然後那個什麼 - 或者是像是那個什麼 - 那個Transporter - 那個 - 那叫什麼 - 欸 - 玩命快遞 - 玩命快遞也是毒背松去寫劇本 - 然後去減制 - 但是他 - 就會變成說他自己不直接自己倒 - 不親自下去倒 - 這樣 - OK 來請說覺得怎麼樣 這部片我不知道是不是原作小說的問題 我覺得近幾年的反烏托邦的 我都覺得好像深度都不夠 怎麼說這部算是劇情 這算影響小說改編了 小說改編但我覺得他的東西就是東湊西湊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其他電影熟悉的元素 看電影熟悉的元素 所以講了很多東西他什麼東西都講得不夠深 你就感覺整部電影好像不夠踏實 也不夠扎實的感覺 所以每個角色刻畫的幅度也都很有限 所以你會覺得說 你會覺得說好像每個人都很悲慘 整部電影看起來就不太悲慘 每個角色性格那麼大都會 都會可以讓你知道他是有一段悲慘過去 但他講悲慘過去都點到為止 然後你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什麼角色是可以讓你留下深刻印象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用邏輯來看 他這個移動程式的其實也很難 就是在我們現實是很難存在 很難存在 可是他是一種屬於蒸汽龐克的東西 對啊 奇幻故事 對啊 像蒸汽龐克你看 宮崎駿的風之谷 他也是講述 就是被 土地被污染很嚴重 或是有 就是像那種 就是 他們有一種毒氣會彌漫在大地上 但他們在有限的地方 空的 有限的空間裡面通行的時候 他們還是用飛機這種飛行器 在 就是作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那這樣的設定看起來還是比較合理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 要有很巨大輪子程式在土地上跑 我們就 這個也是很難 他有解釋為什麼 就是土地污染 土地污染 所以是不能夠耕種嗎 還是什麼 不能耕種 那後來劇情又出現 為什麼角色他們還是可以在 陸地上行走 所以是浪費 所以不能耕種的原因 只是土地不能使用 並不是代表說 土地上踩了就會死 所以是 那 就算土地不能耕種的話 你在一個地方 在一個有限空間上面 就是種植 種植農作物那就OK 沒有我在想 因為我沒看過 我不能講 但是我在想說 它是文學電影 那我在猜 它的原本在小說裡面講說 這個城市會移動 會併吞其他小城市 可能是某種隱喻 或是說象徵 因為當時 大英帝國也是到處 海上到處走 然後帝國主義到處去侵略 那只是今天 換一個時空 變成在陸地上的時候 也是在講說 這個政體到處走 然後到處走別人併吞 這樣子 我不確定它有沒有這樣拍 或是說它有沒有這個意思 就是 它的處理 對對對 這部的世界背景 其實很像北斗神拳 是這樣嗎 對 所以地面已經平擠了 然後是很多城市 在地面上移動 這樣子 然後大自小 這樣 但我覺得它那個 大大城市吃小城市 這設定 剛開始這個 的確有很強烈噱頭 越到故事後期 這個設定好像越 就是越稀少 喔 我越看不到 就是 移動其他會移動的城市 這樣 越看不到這樣 那這主角的故事到底是什麼 嗯 因為從移動城市致命引擎 是看不出來這個故事內容 它很像天空之城的 男女主角設定 其實女主角掌握了某一個關鍵的科技 嗯 那個倫敦的 倫敦的 倫敦的 是科 主要科學家嗎 想要把那個 關鍵科技搶回來 啊 那個男主角 那個移動城市裡面 男主角 跟天空之城 那個男主角 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 存在 就是熱血 單細胞青年 這樣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幫助這個女生 完成他的夢想 這樣 對對對 所以他對於他自身本身是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切身的那個 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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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夢想要當個飛行員 嗯 後來又後來因為 不從人院 所以他跑去 就是當科技研發人員 這樣 嗯 目前他的設定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的設定 其實跟天空之城的男主角 是滿有點像 可是他 這個女生不是那種 那種女生的外貌是 不是說他臉上還有八嗎 前面還有一個真 有八有八對你 然後咧 這個女生 你就覺得這個 女的的八 會讓人覺得 沒有辦法當那個 跟一級玩家女主角那個八一樣 就是一個淺淺 但是讓女生看起來還是漂亮 很漂亮的那個樣子 對 這個八只是一個裝飾品而已 嗯 喔 我說說我 剛看到這部片的預告片的感覺 就是因為老實講啊 不管是 你看我們 廢土龐克也有 嗯 那個 Mad Max 廢土龐克的世界大部分就設定說 未來這個 環境污染幹嘛幹嘛的世界就變成一片沙漠 然後呢 上面都是 都是那個奇怪的變種人幹嘛的環境惡劣 這大概是廢土龐克的設定管 那大概就是 Mad Max 大家也看過了嗎 那你就反烏托邦題材 其實 呃 不管是 呃 什麼 飢餓遊戲啊 這種東西 其實也已經 講到爛了 這樣子 對啊 移動迷宮也是 移動迷宮嗎 夜叉星期一嗎 幹嘛幹嘛的 這種所以 我當時就想說 這部片其實 很難去靠 我的這個噱頭 我跟我特效去吸引到觀眾 對啊 那如果說他在這裡面沒有提出 別的一種創意 可能是對 反烏托邦的一種 反思啊 或是對於這種 科幻 他有沒有更多的一些 去深入思考跟發想 如果沒有的話 這一部片他可能就會淪為 眾多特效龐大 但是呢 那個劇情空洞的那種 娛樂爽片子 那 那經過剛剛這樣子 那個安息這樣講 我就覺得說 今天 假設 假設同樣的故事 找 那個彼得傑克森來拍 欸 因為彼得傑克森 我覺得 看著他的幾部作品 感覺他是 很 注重 特效 你看他的金剛就是一樣 他其實那個產品做的 也是非常大幹嘛幹嘛的 但是 看感覺起來這個故事 好像更適合讓 泰瑞吉連來拍這樣子 就把它拍成一個 一種 預言的故事 然後這種 感覺 我覺得 對味 可是我覺得彼得傑克森 過往的故事 其實是 他很認真的 用奇幻的設定來講劇情 喔 其實是金剛 他是魔戒 或是哈比人 其實他都是 他的故事其實都不是簡簡單單的 特效片 反應現實 甚至像蘇菲的故事這種 他其實只是把他當成一部奇幻片來拍 嗯 對啊 那我是覺得他的故事 他做的奇幻電影 我覺得 應該在劇情上會有一種厚度 喔 對 只是 我現在因為沒看 所以我很難去做這個 我只是對於 但是我其實個人對於這個什麼 移動程式其實是有一點期待 因為他其實是很坦見的一個 視覺精采的東西 是 會動的程式這件事情 然後會 大程式吃小程式這種事情 都是在過往的電影 裡面你很難看到的東西 對 所以我其實是會 興趣的 就是他其實他裡面這個設定 跟他所做的世界觀 本身是 呃 蠻不容易的東西 因為他等於是憑空做出一個設計來 對 裡面的士兵啊 我剛剛看的預告片 這裡面的士兵啊 跟那個什麼 執法單位的衣服有沒有 然後或者這裡面的社會結構 都有 都看起來是 是有一個設定的 對 對 就是有一個獨特的一個 他們每一個應該是說 我的感覺 他看起來是每個角色 就是 本身背後都可能會有一堆延伸的東西 喔 對啊 就比較不像 就比較不會 看樣子是比較不會像 猛毒那個樣子 對 我覺得猛毒是最好的最好的案例 猛毒就是把整個東西說現在只有主角跟他身邊的幾個人 是 對 然後那個世界的其他人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有強大世界觀的一個設定的 的一個 的一部電影 所以他最後 雖然他在最後有那個彩蛋 然後再告訴你說這個世界還有其他的誰誰誰誰 但是你會發現說 在之前都 就是整部電影不是這樣玩的 對 對 那那個什麼 像我那天看完那個什麼 怪獸 又覺得這就是猛毒跟這種電影的不一樣 因為葛林奈華德 你可以發現說他的每個人每個角色後面都好像很多事情可以可以再衍生一對他的那個東西 然後而且有點環環相扣的感覺 只是說他只是選擇說我們先擺把重點擺在主角這一邊但是他他都會事實上進來的人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表演的機會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個人背後就還有很多東西這個世界這部電影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喔就是好像他在講這件事情的旁邊你還可以延伸很多東西 對 對 那我是不知道 這可能要安息來解釋一下看看移動程式 市民已經有沒有這一塊 對 有沒有這種狀態 對 安息 欸欸欸欸欸欸怎麼不見了 欸欸欸欸欸欸欸怎麼不見了 再講一次再講一次 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覺得他的那個什麼鋪陳啊 嗯 會是就是會是很豐富的嘛 就是說應該是說每個角色之間是不是會有那個 是不是會有很多故事 角色很豐富但是鋪陳都很 簡略嗎 都有一些簡略這樣 嗯 這就要看他自己有沒有要拍劇集 對啊 這樣其實其實像為什麼我一開始講那個比被炸還被炸的故事 嗯嗯 因為其實雖然說我們常常說喔電影分析 對希望說喔可以有一部電影可以做到面面俱到 啊他最好是喔劇情很有深度 然後又不要有太多破產 然後演技又很好 然後最好導演還要有什麼新的手法 對 但是這種電影完美的電影不太存在啦 很多時候可能只要有一部電影只要有一兩個電影 那些地方可以做到好 那他就可能就已經可以讓觀眾覺得很好看 嗯 對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啦 當然 但我是沒看過移動城市啊 說不定他真的 喔劇本爛到那個 我們目前的觀察者只有一位而已 所以那個什麼 投資標這個什麼 標的不足 那事實上 剛聽豬哥的講啊我就 嗯 感覺很深 因為其實老實講在 我開始從國中開始看電影到現在也 這麼多年中其實也不少 這種電影 就是他設定了一個很龐大的世界觀 然後做了很多很用心的設計啊 設定啊 然後美術幹嘛幹嘛的 但是在故事執行上 就完全跟他的這種設定上不相應 你講的這個案例就非黃金羅盤莫屬啊 對啊 黃金羅盤就是世界觀很宏大 結果那故事講到一團糟的啊 我剛講到最典型的那個 那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記得之前那個 華如斯基姐妹拍的那一部 朱比特崛起 他也是一樣 他用一個好像科幻好像奇幻的東西 然後講一個很玄的一個世界 然後可是呢他的故事就講的 很不引人入勝這樣子 對 那感覺就是最近的這種 可能比較偏原創啊 或者說小小說改編的這種 科幻的娛樂片 常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他們設定做的很用心 可是呢他們的劇情沒有辦法去 對到直程或支撐起這個設定這樣子 對 可能還是因為現在好萊塢 硬體比軟體強吧 其實並不覺得他硬體比軟體強 只是說他 過往的討論是說 其實現在他們在做原創的東西 的勇氣變少了 可是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子啊 所以我才覺得移動程式知名隱形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算是一個比較罕見的題材 雖然他也是很明顯是小說改編的 但是我其實覺得他的這個 一開始這個點子本身很有趣 嗯 好了這個 好我們有機會 等到我有機會看完 移動程式知名隱形 也許我們會再來聊一聊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哦 演唱片 你在打чи 你 您 刀 好